市議員曾宜芳出現在早餐店櫃台 幫忙點餐 同時也幫忙送餐給客人 難道也是斜槓人生嗎 其實曾宜芳是為了 七度百福社區這家早餐店的老闆 也是好朋友的吳巧瑩 實現回饋吉隆家福中心和社會的願望 來當一日店長 宜芳其實一直以來都在鼓勵青年創業 那在創業的同時也要培養第二專長 所以喬瑩也有了自己的斜槓人生 也是我們專業的花藝師 也經常與宜芳來舉辦各種花藝課程 從小也受到家福中心的關照以及照顧 所以她非常感恩以及感謝 將今天的一日所得 大家知道今天是暖城新石的十週年慶 所以吳巧瑩也將今天的一日所得 捐助給我們家福中心以及家福中心的孩子 那未來宜芳也會跟巧瑩一起來攜手合作 讓把愛傳遞下去 讓更多的孩子們可以受到更多的關照 因為年輕老闆吳巧瑩小的時候 也受過家福中心的輔導幫忙 因此出社會工作後努力打拼 不但開早餐店 同時斜槓人生擔任花藝師交叉花 兩個工作能夠有所成就 讓她點滴在心頭 因此在早餐店開業十週年的同時 興起回饋家福和社會各界 對她早年的幫助 才有今天的吳巧瑩 謝謝曾宜芳議員用行動來支持 我們基隆在地創業的青年 在我小的時候因為家境的關係 我曾受到基隆家福的幫助 希望今天的活動能有拋磚引玉的效果 讓我能報答基隆家福當年對巧瑩的滴水之恩 也希望能夠以我自身的經歷來鼓勵我們 基隆的青年勇敢的追尋你的夢想 展翅高飛 在知道吳巧瑩有這份愛心後 不少早餐店的首客來買早餐時 也特地在捐錢一起做愛心 而瞬間基隆家福中心委員多年的市議員 鄭凱琳得知這個消息後 更是一大早趕到百福社區點餐捐錢 共襄盛舉 這是我們的家福寶貝 對 所以我們家福人家福 我們家福所做的活動 我們一定一定要相挺的 對於老闆吳巧瑩和市議員曾一方 以及鄭凱琳的愛心 基隆家福中心滿滿感謝 所有家福幫助的弱勢家庭跟小朋友 感謝愛心店長愛心議員 然後來協助關懷弱勢 那其實透過一日捐的活動 也讓社會大眾更關心而保議題 那我們一起把愛傳下去 一棒接一棒 那接下來其實暑假了 即假放暑假 那很多小朋友可能沒有機會 參加屬籍的營隊活動 我們也會把這樣子的善款 用在屬籍的營隊 讓我們小朋友從生活中 學習面更有一些溫暖度 跟安全性的知識性的提升 另外市議員曾一方 也應基隆家福中心的邀請 將家福的愛心捐款箱 擺設在百福社區的 議員服務處裡面 希望能夠盡綿薄之力 持續幫助家福中心小額募款 幫助更多需要幫助的青少年朋友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